大家好, 溫哥華已經正式搭入春天, 周圍都看到很漂亮的花開了 現在正值櫻花盛開季節, 不止住在溫哥華的朋友, 你們有沒有趁機會欣賞這麼漂亮的櫻花呢? 今年溫哥華終於恢復舉辦實體櫻花節, 櫻花節日期由4月1日至23日,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之前我在飲食群組看到有人問在高桂林哪裏有好吃的上海菜 我覺得在高桂林做得比較好的上海菜就是這間前門飯店 它的位置其實是一個非常不起眼的地方, 完全不會容易發現到它 店內亦沒有一些很華麗的裝修, 屬於一些很舊式的格局 前門飯店開業已經超過20年了, 主要是做一些北方菜式 他們的北方菜式其實做得相當不錯, 而且亦非常地道 我特別喜歡他們的麵食和餃子 我特別喜歡他們的麵食和餃子 我兒子每次來都會點這個大盆雞麵 而我的最愛一定是這個紅蚊羊肉鍋 即是我們香港人叫的羊腩煲 這個羊腩煲, 它的用料份量十足, 羊腩多, 而且非常好吃 它和港式的羊腩煲最大的分別就是它沒有用到枝粥 雖然沒有枝粥, 但這個羊肉鍋仍然是我在溫哥華吃過最好吃的羊腩煲 他們的小籠包都做得相當不錯, 是必食的菜式 小籠包的外皮做得夠薄, 而且湯汁也有很多 每個菜式上桌時都是熱辣辣的, 服務也很周到 如果你喜歡吃餃子的話, 我建議你一定要試這個花素蒸餃 這個蘇餃裡雖然沒有肉, 但想不到健康得來又非常好吃 如果想試一些特別的味道, 可以試這個麻辣帶子餃 這個餃子裡面有些切碎了的帶子, 還有少許麻辣香味 夠的味道也算不錯,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不夠辣了 我還試了一個比較特色的西安羊肉泡膜 我知道很多人都很抗拒羊肉的羊酥味, 所以不敢喝羊肉湯 但其實這個湯底, 我覺得羊肉味不算很重 反而相當鮮甜 如果天氣冷的話, 我覺得最適合喝這個湯 因為既飽肚又夠暖 他們的油渣鬼都做得很好, 外脆內軟 都是他們自己師傅做的 吃油渣鬼當然不少要配一個豆漿 這個絕對是沒得輸的配搭 他們的豆沙鍋餅都是即叫即做的 所以如果你想吃的話, 記得提早20分鐘落單 今次想介紹一部非常好用的室內燒烤爐給大家 自從我買了這部機後, 我已經不用再去韓國餐廳吃韓燒了 我買的這個BBQ爐有兩塊塗層熱板 可以用來燒烤或煎煮 它的熱力可以由200度至最高的450度 這部燒烤爐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裡面有一個強力的抽油煙排氣線 所以燒烤的時候 不會令到房子有油煙味道 一般不是很輕鬆的 而且需要打熱後 放火煙味道 沒有煙鍋的 效果是很方便 抽煙的功能非常滿意 因为我基本上一点点都看不见 烧烤出来多余的油份 会由中间这个位置流到下面的胶盘 用的时候先放些水在胶盘方便清洗 还有一个玻璃盖可以防止油弹出 清洁也很容易 只需要用一张湿的厨房纸 已经可以很容易抹走油漬 平时我自己很喜欢用这块涂层的热煎板 因为煎出来的食物效果非常好 基本上你可以用它来煎煮任何食物 这部机器我自己是在亚马逊订的 我亦会把产品资料放进去 还有在这条影片下面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自己可以上去看看 希望你们都喜欢我这条影片 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记得给个赞我 还有记得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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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